你有神同在神恩典的工作吗 我们一样都结婚 但是你有神同在的家庭吗 一个国家的辛酸 一个人的成败 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 上帝的同在就会带来神的恩典 恩高跟恩宠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上帝的性情 我们也要在那里认识到神做事的法则 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 但是上帝的供应更多 当你面对你不能的害怕的 你跟谁说呢 要跟神说 说真的 有人陪伴 有人听很好 但是只有上帝才是你的力量 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的安慰你的心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当你不平安 你害怕焦虑的时候 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你就会做出会让你懊悔的行动来 只有在平静安慰里你才会有智慧 也只有在平静安慰里你才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神在找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人 渴慕他的人 要他的人 然后上帝要用大能来帮助 向他心存正直的人 在聚会里面说耶和华世主是一回事 可是在我们内心深处 耶稣基督是否真的是你生命的中心 祂是否居于你计划的核心 是你家庭的核心 是你希望和梦想的核心 我们是以神为中心 还是上帝只是我们的帮助 这是很大的区别 神正在寻找那些渴望祂同在 渴望祂荣耀的人 神要的是这个心 这才是一个敬拜的心 敬拜的核心就是爱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关系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 你必须面对面用心用时间 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是如此 你必须自己来建立你跟神的关系 用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 弟兄姊妹你渴望你的人生有这个描述吗 日渐抢神 我真的渴望看见弟兄姊妹 你不需要为这世界的事忧虑愁烦 只有神会让你日渐强盛 一个有神同在的人 他人生一定不会败落的 有神同在的人自有上帝的恩典跟恩宠 上帝为你预备的是日渐强盛 你要跟神说 主啊 把我带进你对我生命的计划的里面 不管或许你现在好像在埃及做奴隶 但是上帝今天对你说 我为你预备的是迦南美地 上帝为你预备的人生不是能挨起的奴隶 上帝为你预备的 上帝给你人生的计划是日渐强盛 祝出强盛 巨延 孕 感谢观看